COOGA ECOPUS E80 ST-LINE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在講汽車英姿式的大體育 今天我們試駕的車子 是我覺得蠻能符合現今台灣駕駛環境 跟交通法規的車子 這部車就是古特最新推出的 COOGA ECOPUS E80 ST-LINE 我怎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覺得現在台灣的駕駛環境還蠻嚴格 首先我們要離讓行人 然後如果你不能離讓行人的話 你可能因此吃到罰單 而且人命關天 就算行人違規了 你還是要想辦法停下來 讓他離讓鮮過 再者現在超速扣牌 從原本的60公里變成40公里 所以如果你車子動力比較大 不小心油門多一點超速了 你可能你的車牌就跟你半年之後 才能說再見 而且還要發上重油的巨款 還要去建你在上課 再者現在區駕車速變步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開車 你只要一部動力足夠的車 那就很夠了 所以像是福特庫嘎 ECO PUS 180 它就有了1.5升180匹 夠用的動力 而且重點是還算節能省油 而且如果你今天想要看起來 開起來也算是運動熱血的話 它還有ST-LINE的外觀 跟內裝以及底盤設定 讓你能夠滿足這種觸覺 跟視覺的這種運動化的期待 至於它跟老大哥250ST-LINE 到底有什麼不同 所以今天我們就把這兩部車借出來 一起去頂一台研究兩部車 到底差在哪裡 OK 我們現在已經把 KUGA ECO PUS 180 跟250ST-LINE 開上頂高機了 也開到店裡面 場地這邊一樣是由 泰山11車庫 憲哥這邊協力支持 而且憲哥這邊 本來就是一家專門縫 BMW MINI這些車款為主的 維修保養改裝專門店 所以如果你是以上車主的話 歡迎來這邊找最專業的大憲哥 由於這次 隨著新年四 二四年推出的 ECO PUS 180 ST-LINE 跟ECO PUS 250 ST-LINE 它的動力都依舊維持原本的設定 所以我們以下 就以一個比較驚訝的方式 來分別替兩部車子 進行分析解說 KUGA ECO PUS ST-LINE 引擎重點 其實這個引擎 它排氣量當然是 1.5成三缸渦輪增壓心臟 它動力是180匹 扭力26.3公斤 其實你可以從同樣排氣量的 四缸跟三缸引擎來看 因為三缸的引擎 少了一個氣缸之後 它的排氣量必須透過 家常取酬行程來達成 所以它的扭力會比較出色 這樣子也替車子的 低速扭力甚至行駛的感覺 可以更為加分 而且這輛引擎 也因為三缸的關係 所以特別進行很多優化強化 我們都知道 其實福特針對三缸引擎的技術 是有目共睹的 在先前 它1.0三缸渦輪引擎 就已經連續非常多年 得到世界引擎大獎 這輛引擎 它也針對三缸引擎點火 可能產生的振動感進行優化 例如它本體 都是採用鋁合金 材質打造成 當然輕量化 帶來的慣性也比較小 而且一樣有配置 反向平衡走 至於它的周邊科技也很多 例如它在進氣氣管 鋼內都有噴油嘴 所以它有6支噴油嘴 這種雙噴射的形式 它可以讓你在低速形式的時候 進氣氣管噴油 高速的時候 切換成鋼內來進行噴油 而且也因為進氣氣管 有噴油嘴 所以它可以一定程度的 減少進氣機碳的情形 當然它一樣有配置了 競排汽車可變氣門鎮實 重點是它有配置VDE氣缸修指技術 所以如果你今天符合 氣缸修指的條件的時候 它就變成兩缸運作 再搭配它的 8速自拍變速箱的使用之下 所以它的平均油耗 可以達到15.9公里的水準 坦白說 這樣子也算是不錯了啦 至於渦輪機 它則是採用Continental馬牌 為它開發訂做的製品 反應相當迅速直接 所以你當你開著 KUGA EcoBoost 180 你就會覺得 它的動力反應是相當充沛 線性好開的 至於出力最大的 EcoBoost 250 ST-Line 它動力一樣維持250P 38.7公斤米的動力輸出 這樣的數據其實 以2.0升SUV的車款來說 其實算是相當亮眼了 而這根引擎本身的渦輪機 是採用伯格華納威奇開發之作的 K03渦輪 而且是雙渦流渦輪的形式 所以它的出力反應 可以更為迅速直接 所以讓它的動力反應 可以更好更快 另外它所配置的 進氣西亞法 也採用電子形式來控制 所以可以更為精準直接 讓你的動力 更為精準釋放 以上就是KUGA EcoBoost 180 跟250的詳細解說 OK 我們現在已經在KUGA EcoBoost 180 ST-Line的底盤下面了 這一代KUGA不管是180或是250 它們所採用的車身底盤平台 都叫做C2 C2的底盤平台最為特別的就是 它採用很多高強度的車身鋼材 構築出強度很高的車身鋼材 那這些高強度的車身鋼材有哪些呢 當然最為熟知就是A柱 採用的麻鐵散冷脆鋼 它跟一般膨鋼作為不同的方式 它可以減少很多車廠在製造它的時候 產生的大量的碳 減少碳足跡 而且它可以利用3D滾壓製造的方法 可以讓它做得很薄 但是它的強度一樣卻可以做得很高 所以如果你經濟間遭遇到撞擊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產生一定程度的回彈力量 來減少你在撞擊的時候 對於車內乘客後續的一些衝擊影響 而且也可以讓你在遭遇事故的時候 對於急救人員可以更為快速的破壞車體 把你救出來的可能性 那至於四扇門裡面呢 它當然都有配置1300MP的鋼杆 那當然前面有幾型防撞樑 後面防撞鋼杆 對於車體結果安全 甚至輕量化都一定幫助 那說到輕量化呢 不能不提到 它的車頂是採用複合性的鋼材 可以減低重量至於前面的引擎蓋 也採用鋼合金材料所打造而成 所以這一代的C2平台 不僅可以提升一定程度的剛性表現 對於車重有效程度的減低 這樣對於油耗表現也一定有幫助 而在開始講解 在Ecobus 180 ST-LINE的底盤改變之前呢 我們不得不先提到 關於它老大哥 Ecobus 250 ST-LINE的一些底盤重點喔 其實它跟先前一樣 都是一樣採用運動化懸吊 所以它的避震器統身的阻力有去加強 然後彈簧也有去調整 車身高度也比較低 而且重點是它採用這個速度驅動系統呢 當然也是特別針對你的驅動力道前驅後驅可以進行調整比例 甚至可以進入純前驅的狀態 讓你可以更省有節能 那當然煞車系統也進行強化 而且它前面的三角架也是採用鋁合金所打造而成 搭配後面本作採用的鋁合金的下肢幣 當然可以讓皇下合重減低 充電性能更為提升 接下來我們來講解關於 Ecobus 180 ST-LINE的一些底盤重要部件 其實這次 Ecobus 180 ST-LINE推出之後 原廠宣稱它採用很多與歐同歸的一些底盤部件 像是它的副車架 底盤懸吊支幣 甚至一些鍛造零件 甚至是避震器的彈簧桶身秤電 甚至煞車系統這些東西 都是採用很多歐洲車廠所製造而成 但是我們都知道 因為現在都是世界工廠 很多歐洲的這種大廠 他們都在世界各地 都有自己的生產製造商 當然中國的數量也不少 例如它的副車架 就是由西班牙Gaston集團所開發製造 其實Gaston 它是一家專精熱能中壓成型的 汽車另配件供應商 而且它在全世界百大汽車生產供應商 是排27名 而且它也供應像是B&W 賓士這些的車廠 來進行開發製作 至於像是避震器 韓黃是用西班牙的Aberica 襯電是用波蘭的Cenoch 統身是由捷殼B&I所開發製造 至於庫額相當知名的鋁合金的下支幣 則是由幫賓士 B&W 甚至寶石捷 這些歐系高端車廠所開發製造的 B&W的奧地利公司 而且像是它的一些控制幣 一些零組件鍛造工廠 也是由挪威的Rufus 所開發製造而成 所以庫額在以上 這些種種歐系知名大廠零配件 搭配組合之下 本身的水準 當然能夠符合 自家ROMO賽道的操控期待之外 在歐系的駕駛環境 例如像Autobank 甚至New Berlin賽道 這些比較激進的駕駛環境來說 也能夠滿足符合了 另外它所採用的 Continental為它開發製作的電子煞車系統 也值得一提 這套EBB電子煞車增壓系統 不管是卡鉗 油管 感知器 都是由Continental所開發 所以比起一般日系車款 常見的真空煞車背力器還要優秀 為甚麼呢 因為你的煞車訊號這些東西 由電子控制 會比這種傳統的真空來的更為直接迅速 而且現在因為Level 2的自動駕駛非常風行 所以更需要透過這種更精確的電子控制 來調整你跟前車的距離 車道維持 甚至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都會比這種物理式的真空背力器 還來的更為精確 直接 OK 我們現在在KUGA EGO BOOTS E80SG 來到後面底盤部分 我們來講解一下它的後面懸吊結構 它的後面懸吊形式當然是多連桿形式設計 我們來算一下有幾支連桿喔 牛腿一支 下面控制臂一支 上面還一支粗壯的控制臂 下面的下支臂是採用鋁合金的材質所打造 當然跟他們結合了兩角是鋼鐵材質的設計 因為我們剛剛在頂底盤的時候 憲哥這邊剛好來一台MG HS來換機油 由於先前蠻多網友敲碗想要比較這兩部車的差別 所以現在趁著頂KUGA的機會 稍微做一些評比 其實兩部車底盤你發現最明顯的差別就是 KUGA從前到後都是採用很大面積的底盤的下護板 而且都是這種毛質的結構設計 所以當然行駛在一些沙石爛路所彈跳起來 這些衣物的超級聲音可以有效的控制 而且它排氣管很周圍 還有很周全的金屬隔熱板來阻絕一些熱源 當然平整化底盤對於行駛的定度可以更為提升 反觀MG HS它下面怎麼沒有任何的下護板 當然它有噴吐很多隔音器材來阻絕這些沙石跳動的擾動的可能性 對於高速行駛的空氣的影響就比較明顯一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前面的懸疆行駛有點特別 因為KUGA它的懸疆懸疆行駛算是賣花生 但是我們會發現它的副車架體積很縮大 然後當然它旁邊連接就是它的三角架結構 也因為我們今天行駛在一些坑洞爛路衝擊路感很強的時候 除了避震器桶身要去吸收你的震動之外 你三角架也會把這些衝擊回傳到副車架 副車架是一個非常強壯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可以抿平很多這種撞擊感 甚至讓你車身動態可以變得更好 至於MGH10的前面懸疆就比較特別 你會發現它的三角架並不是放置在副車架的旁邊 而是放置在副車架與前面鋼梁連接的側向之壁 其實從形態來看我們都知道 這個側向之壁它的剛性強度當然不像副車架那麼涌健 這樣設計很大的重點可能是為了讓前面的懸吊結構 甚至避震塔往前推 好讓車內的空間變得比較大 但是這樣子會非常吃你的避震器的設定 如果你今天速度比較快 經過一個比較明顯的坑洞的時候 過大的衝擊也可能會超過前面避震器的負荷 而下面結合的支壁的強度又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可能會讓你前走發生一些比較不穩定的情形 至於它的後面懸吊結構的尺寸也偏向於短節 所以對於路面的一些擾洞的灰床會比較及時 同樣很吃避震器的設定 而且以底盤懸吊的用到材質來說 NGHS全部都是採用鋼材製造而成 但是KUGA 你們會發現 它不僅採用鋁合金材質之外 即便採用鋼材是這種雙片材質充電壓製成 是焊接起來的 所以底盤的剛性表現當然會更好 而且搭配後面的ControlBread的刀鋒支懸吊結構 當然會讓操控性能給我出色 以上就是KUGA ECOBUS 180 ST-LITE的底盤懸吊結構解說 雖然先前我們蠻多次試駕KUGA ECOBUS 180跟250的經驗 但是這次試駕這兩部ST-LITE兄弟依舊充滿了感覺 我們先來說250 ST-LITE的感覺好了 其實它這個低速扭力相當很棒 當然雙渦流渦輪功不可沒 而且這個引擎動力在中高速的延伸性相當的棒 只要你大腳油門之下你會發現中後段的延伸性真的非常的好 甚至還會帶有一絲那種很凶狠的感覺 而且在搭配它四輪承動的設定之下 它會讓你的車身動態變得比較服貼穩定 車尾的跟進性也變得比較好 至於180 ST-LITE 它動力雖然跟先前是維持一樣的設定 但是我覺得它開起來的零快感是比較好的 因為畢竟它的車頭引擎的重量就比250輕了很多 因為我們都知道麥花神的懸吊結構 它必須負擔你的車身重量以及轉向 可是你現在車頭的重量降低之下 當然會讓你的轉向反應 操控靈活度 因此大幅提升 所以你會覺得開著ECO POS 180的車頭轉向 其實會比250來靈巧一些 在此180它是前輪驅動關係 它沒有像是250有的四輪驅動系統 你必須額外再加上傳動軸 後插速器等等這些部件的負擔 所以180開起來其實算是零快的 而且重點是它還搭配了 與歐同歸的避震器 懸吊底盤系統 甚至直接19吋235的胎寬的PC-6 這樣會給你信賴度十足的操駕感 而KUGA ECO POS 180 它這樣子的操控條件就跟MGHS有的明顯不同 因為我們剛剛在頂底板的時候有發現 就是它的前面懸吊結構 它的三角架並不是鎖在副車架的關係 而是鎖在前面的連接之壁 所以對於前面輪子所回傳的路感 甚至轉向的那種時代感 就明顯變少了一些 再者如果你今天是開在這種連續坑洞起扶路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種前軸的飄浮感 甚至連續跳動感就會比較明顯 當然如果你的步調又加快一點的話 當然也會把這種情形因此放大 而且也因為它的底盤部件 甚至車身結構 並沒有採用像鋁合金 或是複合輕量化材質的關係 所以在這種車身結構比較沉重 以及避震器設計比較偏向於舒適的情形之下 如果你開快的話 你會覺得這部車的那種服貼感 甚至那種運動感 當然就不用像KUGA ECO POS 180 這樣子給人信賴以及動感了 其實KUGA ECO POS 180跟老大哥250 蠻相近的就是它的外觀 一樣採用ST來專屬的保險桿 而且前面還有霧黑式的大型的水槽 霧灶跟氣霸 然後你視線往旁邊移動 你會發現它的車身的飾條 然後採用銅車色的處理 然後後面還有大型的尾翼 另外再來像天線 車頂架以及車邊窗框 都是採用這種熏黑的飾條所進行點綴 所以讓你視覺感受比較性能 而且在一些細部方面 它的頭燈是載有Dynamic LED頭燈 所以它有自動引出轉向 甚至是遠方防券的功能 車尾也是配這種方形的排氣圍管 進行搭配組合 所以光視覺感受 你就覺得跟一般的KUGA 180有所不同 至於到車內的鋪陳 一樣是非常的熱血 首先入眼極限 你可以看到這個皮質用料的內裝材質 還用很多這種紅色縫線去貫穿其中 再搭配碳纖維400 車頂頂風也是暗黑處理 而且手上握的方向板 還是三幅ST-Line這種平靶式 而且還用紅線進行包覆 所以光是握起來看起來都相當的熱血 而且我們屁股上坐的這個 ST-Line跑色畫紅線擠皮座椅 這個也是你很難去事後加裝的 在一些配備表現方面 例如前方的HUD 中間的12.3吋的 所以儀表和BNO影響 這些也算是很有誠意的配備 至於我覺得 讓我最有感的配備 就是方向板後面附的換檔撥片 因為畢竟你今天開的是ST-Line 你自己付出動感的車型 你當然是需要利用崗位控制 來調整你想要的轉速 甚至車身荷重的調配 才能更符合你想要動感的一些操控期待 所以有了以上這些配備之下 我相信即便它的動力不像老達克250那麼狂 但是在整體的鋪陳架構之下 會讓你不論是駕駛感受 甚至實質的操控回饋的人 都可以給你動感的感受 另外也藉著這次試駕KUGA ECO POOSE 180 ST-Line 的機會跟大家聊聊先前KUGA 在TNCAP撞擊車是三個性的事情 如果你有進入TNCAP網站 去詳細看看它在撞擊測試 甚至多項測試的成績表現 你會發現其實在車體結構的表現 它是高標的 但是也因為後座的安全帶 在撞擊的時候它有陀螺 甚至它沒有設計兒童安全座椅的標誌 因此分數受到影響 達到三星 那為什麼後座安全帶會脫落呢 當然原因就是因為客貨車的關係 在講解原因之前 我們先來解說一下客車跟客貨車的差別 其實同一台車 你要從客車變成客貨車 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客車它的稅是25% 客貨車是15% 因此車價當然有所差別 我們可以從先前推出的X-Trail 或是Zinger 客車跟客貨車有明顯的架差就可以看出來 而且從一些銷售數據來看 其實選擇客貨車的比例還是比客車來得高 為什麼 因為畢竟大家還是希望買車子的時候 能夠花少一點的錢還是比較好啦 而且為了要符合客貨車的標準 你的後面行李箱的容積必須要有一立方公尺的表現 所以你會發現台灣很多國產修律車 它幾乎都有客貨車的車型存在 如果沒有的話 有可能是因為它的先天行李箱容積真的很小 即便後面再去調整 也很難調整出應該要有的表現 所以庫卡在撞擊測試的時候 即便後座已經有配置預說式安全帶 而且已經有預說了 但是也是因為脫落的關係 讓它曾經受到影響 不過這樣子的後座的表現 其實你可以看到客車設定Vignalian 就絕對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不需要符合這個一立方公尺的標準 所以它的後座本來就具備前後滑儀 以及角度調整等等的功能 所以當你在撞擊測試之下 你後座當然就不會出現安全帶滑落的情形 當然也會讓你撞擊測試的分數 也因此比較高分 不過也因為TNCAP他們購買的車輛都是比較入門的關係 也是客貨車 所以當然就會因此這樣的情形發生了 就像開場所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駕駛環境真的還蠻嚴格的 所以像是庫卡Ecobus E80ST Lite 這部動力夠用 節能省油的秀與車 它在多了運動化的外觀 內裝以及底盤懸吊設定之下 至少可以讓你開起來 甚至你的操控感受 都相當運動 而且熱血 而且也可以大幅減少吃少寡單的可能性 而且在頂底盤上 我們再次看到了 庫卡它採用C2平台架構 利用很多高強度的車身剛才打造的車體結構 不僅扎實安全 也確保了車內的駕駛跟乘客的生命安全 而且對於操控車輛的信賴感 跟安全度跟穩定性 都一定得品質與保障 微可惜的是我覺得 KUGA ECOPUS E80應該早點推出ST Lite的車型 因為畢竟這種動力夠用 節能省油 外觀內裝看起來很帥 而且開起來也算動感的這種運動修律 才是滿足多數的期待 但是沒關係 從這個開始 原廠其實還推出滿多的購買優惠 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上網去查查 關於它的優惠趕快入手它囉 以上就Duckie Factory針對 KUGA ECOPUS E80ST Lite的試駕報寶 希望你們會喜歡 下支影片見